梁山好汉们的最后下场都挺让人唏嘘的 宋江和卢俊逸被人毒死 严青退隐江湖 从此销声匿迹 顾大嫂变成了一个普通做生意的 也许有一天顾大嫂抱着自己的孙子孙女 觉得自己跟着梁山的英雄们 南征北讨过的生活 就是一场虚无缥缈的梦吧 武松这么一个爱喝酒爱吃肉的人 也去了寺庙出家 不过他活了一大把年纪 八十岁 他这一辈子也算够本了 鲁志申也回到寺庙 重新做起了和尚 只是不知道鲁大师 还会不会偷偷跑出来喝酒 然后大闹寺院了 宋江和卢俊逸这样一心仕途的人 就算知道前面的风险 但为了风官家学的诱惑 还是硬生生往圈套里钻 而幸存者们都心灰意冷 不负当年的光彩 隐匿于人世间 但是却有一个人 不仅活了下来 而且还活出了别样的精彩 成了一国之主 李俊原来是一个船夫 因为经常在水面上来来去去 所以肤色被晒得发红 大概是船夫的收入有限 李俊还兼职卖一些丝盐 后来他不迈四眼了 干脆做了土匪 成为接阳岭有名的霸主 宋江被抓 他不怕辛苦和危险 三次救了宋江 后来他加入了宋江 因为他水性好 擅长水战 所以成了水军的统领 李俊后来跟着宋江南征北战 立下无数功劳 他不仅精通水战 陆战也不错 他作战不仅勇猛 还十分有策略 相比宋江等人热衷仕途 李俊对左官并不感冒 他们平定怀惜之后 朝廷对他们十分冷淡 李俊等人十分不满 他们希望抢了东京之后 重新回到梁山做强盗 也好过为朝廷辛辛苦苦作战 但朝廷却并不善待他们 吴勇和宋江等人 却不认同他们的想法 李俊还是跟着他们争讨了方辣 李俊虽然心中有不满 但仍然愿意为其出力 他和猛将石秀一起擒拿了手将 他还假装投降 在城内放火 和外面的梁山众人一起合作 破了方辣 在踏平方辣之后 宋江急着去领功 李俊却不慌不忙 他假装自己生了病 让同家兄弟照顾他 宋江便急着回去 也就答应了 原来李俊明白 不管他们立了多大功劳 对于朝廷来说 他们始终是外人 他们进了官场 别说是加官进爵 就算能够全身而退 也是很难的 但是宋江为了名利 已经付出了太多 而且眼前的诱惑太大 就算宋江聪明如此 也掉进了圈套 卢俊一吃的饭菜里 被人下了毒 他的身体非常疼 最后落水而死 宋江更惨 高丑等人调换了皇帝赐的酒 宋江喝的酒有毒 所以也就死掉了 而等待李俊的 却是另一番精彩的人生 他和同家兄弟 一起跑到外国 最终占领了外国 做了国王 这真是他们的大造化了 李俊虽然出身贫寒 没念过几天书 但小编觉得 他实在是太聪明通透了 梁山上有三种人 聪明人像一头脑袋上 被绑了胡萝卜的驴 这些驴子们 为了吃到胡萝卜 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但最终也没有吃到 失去利用价值后 还被人家杀了 还有另外一种人 他们没有什么想法 领导怎么要求 他们就怎么做 但李俊却能够逃出权力的诱惑 及时避开危险 开辟自己美好的人生 入锋子 Nothing 宁愿 nou